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下午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Blackpink Lisa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 YG娱乐也表示 Lisa在今天收到了确诊新冠肺炎的通知 其他三名Blackpink成员 虽然没有被正式列为密集接触者 但是公司在接到Lisa的确诊通报后 马上让三人接受了PCR检测 目前正在等待结果出炉 这个消息真的让全世界的粉丝们都非常担心了 而今天起诉罗界前你的检测结果也出炉了 11月25号 YG娱乐对外表示 起诉罗界前你的PCR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而24日收到确诊通知的Lisa 目前健康情况良好没有异常 公司接着表示 Blackpink成员四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期许Lisa早日康复 公司会持续配合当局的防疫措施 关于Lisa确诊的消息 大部分网友们都是留言担心 但是就是有一些想要趁机刷纯彩感的黑粉 他们上传这个动图后 没有说明前后情况 就留言 Lisa是因为在海外去克勒湾 没有戴好口罩 所以才会被感染的 来抹黑Lisa 首先Lisa去海外的克勒 不是去完而是为了工作 然后根据当时在现场的网友们的证言 Lisa在出了必要的情况之外 一直都有戴好口罩 也被拍到了很多照片 这些黑粉真的是比粉丝们还要关心Lisa 然后男团Pentagon成员Kino 也确诊了新冠肺炎 搜索公司表示 24号进出公司大楼的外国讲师 有确诊新冠肺炎 所以公司安排所有职员们都接受了PCR检测 今天25号收到了Kino确诊的消息 目前已经按照当局的指示采取了措施 而其他所有成员们全员都是音信 希望Lisa Kino能早日康复 也希望舞蹈们能早日断网 下一个消息是 今天出道10周年的女团APINK 发表了2022年的西京Greeting Oh My Wish List 白秋龙 云波敏 成恩寺 孙那恩 金南修 吴哈永 对 是包括孙那恩的APINK完全体 因为这是继统头人之后 久违的完全体活动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兴奋 潘达跟白秋龙都辛苦了 孙那恩都搬到别的公司了 也一起出周边 能看出来成员们之间的团婚 啊 底下就是黑粉们 APINK完全体 之前是6个人 现在是6个人 未来也是6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非常认同的脱粉的时机 在空白期结束后会脱粉是真的 空白期的时候粉丝们能坚持等待 但是空白期结束后 发表的专辑不怎么样的话 马上就会脱粉 空白期的时候没察觉到已经过气了 等回归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感触 也不会刻意去听歌的时候 就是脱粉的时机 对对 很长的空白期后回归的专辑 歌曲不怎么样的话 就不会继续追他们了 俊白期也是一样 在退伍回归的时候 如果达不到我的期待 就会脱粉 那么华语圈的大家觉得 什么时候可能会是脱粉的时机呢 这种字幕处理 是打赶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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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弹的时机